小小胖,你个骗子,我是你 对不起,我也不是故意的 个人又点你了,我也没办法 看看这份嫩嫩的肉 你以为我舍得把你切下来吗 要是有选择我肯定留着自己吃啊 那你狠 可被子生蚝蛾为猪没办法诅咒你长胖 哎呀妈,你个猪还敢诅咒我 我切,切,使劲切 肉都被我割下来了 还给我玩绝酱 你等我换把刀 拿来我的屠肉宝刀 框框框给你剁成肉馅 这下老实了吧 哼,把肉馅装到碗里 82年的正天花掉酒 大概塞以前都猪肉馅里 喜欢喝酒的可以多加一点 但是我怕你过年被查出酒架来 再来一勺蚝油 撒点香油 来点生抽酱油 再来点鸡精粉 来两勺白树梗 最后来一丢丢盐 筷子搅合搅合 把馅子充分混合均匀 然后腌制30分钟 冰箱拿来长衣 拿一个表花袋 把肉馅装进去 底部剪小口 把长衣撑开 表花袋塞进去 手捏住长衣和表花袋 往里挤肉馅 挤一点 用手把肉往下推推 底部打个结 跟5厘米捏一根腊肠 给它捏细一点 一根长衣就做了这么多 然后拿根棍子 挂在通缝处 把腊肠挂在棍子上 等它自然风干就好了 我这是差不多四天的样子 颜色已经变深了不少 敲起来也是棒棒硬 腊肠这样就算做好了 然后教你怎么吃 锅里倒水 腊肠风干的时间越长 颜色越深 自己家吃颜色 浅一点比较好看 大火蒸15分钟 蒸出来的烙肠颜色会发白 放凉一会就变好看了 红通通的还冒着油 简单烤一下就是烤肠辣 直接吃也超级香 我最喜欢配个大阪馒头 直接吃 你们呢